大家好 我是这个蚊子军 小吴买您好 你好 各位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虽然看清心是有一项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来外奏 周云知道那一天晚上要迎来两周军生意 所以我在这里想做虽然看清心快乐 虽然看清心了 来 我们赶紧坐下 然后开始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一次两周年线上庆典 那看来小雨也是有备而来的 我刚刚发现了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邀请小雨 作为Netaparty的天猫青春挚友 希望能够在Netaparty天猫旗舰店两周年之际 与小雨还有各位一直也支持我们 职博节目各位朋友们来好好庆祝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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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嗯 在第一节目 就是我们一个传说这场面后 都一声就会卡在里面还是学了 没有 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在随便队里面 对 有 因为早上的时候比较准 有什么都敢写 对 那这段话也知道了 今天呢这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也希望呢会有一些惊喜 有一些福利要带给大家 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预告一下 对 因为在今天这个直播间里面呢 我们会有这个小微小小嘉宾 一位呢是你的 一位呢就是 今天我们不仅会给大家带来很多 就是在这个4winter 特别是在很多时候 牵制自己的衣橱 所以在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在这个配置上面 好好去挑选一下 今天就要 我们需要有风度要有温度 所以呢像我身上这一身呢就是针织 然后配上黑色的皮裙 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一身 包括今天你们也看到小雨她穿的 也是这样的一种装扮 她只不过呢更加的 我觉得有一些学院风 她里面是加了一件衬衫进行打底 白色的衬衫 然后呢穿了一件这样的T恤 仔细看其实是T恤外穿来的 所以非常非常都有设计感 待会我们就可以让小雨来好好说一下 那讲到中秋节我想问一下 Echo你是在怎么度过这个节日的呢 我们有三天的假期 所以这个就在家里烤得过了三十五 然后和父母一起吃一份饭 那个公司也会有给大家发月饼 所以我们发月饼拿到我们的甜点 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明白了 对呀 其实我昨天也给我家人就是视频电话 然后呢 他们也在一起团聚 然后我就视频跟他们团聚 有跟他们一起说远程吃月饼吗 吃个什么特别的味道月饼 他们就吃的挺多的 反正我吃不到 我已经把我的月饼吃完了 你吃的是什么系的 我早上吃的是 里面是有糯糯的那种瓷瓷的东西 像年糕一样 哦 像糯米糰子 糍粑的 然后里面还有糖心 哇哦 因为我知道小语很爱吃甜食 所以肯定都是选很多甜口味的月饼 好好地把它吃光了 嗯对 那之前呢 如果大家一直都关注明兔万刘宇的话 也会知道说 他参加了综艺节目 特别是我很喜欢看《拜托了冰箱》里面 对你有看了吗 艾空 对小语在里面可厉害了 你看他好像在里面还表现了就是有什么推刀式的切菜法 对还有一些什么就是会分享自己的冰箱 我当时看到你们寝室里那个冰箱打开之后 我惊讶了 有好多重口味的东西 是 是你平时都会吃的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我重口味 我们我的队友们也都挺吃的也挺重口味的 然后平常就是下厨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因为基本上都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外面嘛 如果在家里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 煮个面条 然后烤个面包 就这种简单的一些厨艺 那如果说是晚上了 比如说今天要收工之后肚子饿了 你会选择吃什么呢 其实如果是真的 我觉得肚子饿就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去吃东西 我还需要吃的 就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选择一些没有那么高碳水的 真的吗 就比如说什么摩浴 摩浴丝这种 是 对 而且很有饱腹感 对 那会不会加一些重口味的辣椒酱啊 或者特别的酱料啊 那含量就有点高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第二天要拍摄的话 那含量过高会有点肿 哦 你看 是小知识学道了 对 是的 因为先前我看节目里面还说 你们成员之间哪怕不管多少碗 哪怕在黑漆漆的屋子里面 也会偷偷的去拿东西吃 可能是在凌晨的时候 那两个身影其中就会有一个是小雨 对啊 我还记得说那个冰箱里面 对 有榴莲 有榴莲 还有臭豆腐 嗯 还有臭豆腐 辣椒酱啊 什么 对 就是各种酱 反正我们酱吃的还蛮多的 哦这样子 那你刚刚也说了 自己很少会下厨 那除了就是煮面条什么的 或者有没有跟妈妈学过一些什么 拿手菜之类的 其实我 我妈妈的拿手菜 应该就是一些 它红烧肉就烧得好 但是红烧肉确实有点难 我还是没有学到那么精髓 嗯 然后 煲汤 我妈就是 我妈喜欢煲的那种极简汤吧 但是我觉得不行 我还做出一点自己的工作来 我就往你们加很多东西 比如说什么东西 比如说什么 养生的这个 枸杞 对枸杞肯定是要加的 然后 嗯 这个这个这个 芯片 然后 这个这个 虫草花 都得 什么 口感好就加什么 哦 哇 哇 那所以你还是算 比较养生类的 先加一些这种 啊 可能是要吃同源的食物 对 那 Echo呢我也想知道 你喜欢吃些什么样子的那些美食 嗯 我其实 因为是上海人 所以就很喜欢吃上海本帮菜 哦 但是因为本帮菜 的确是油盐糖加的都特别多 所以不敢吃很多 包括红烧肉也是 哦 但是红烧肉如果是本帮菜做法是甜甜的那种 对 也是你喜欢的吧 我妈做的是结合了一下 哦 其实偏酱烧的 酱烧的 酱的那种 咸香味的更重要 哇哦 对 其实一路走来我们也看到小雨啊 不管是从节目出来到现在成团成为into1的队长 他都是有着这个舞蹈的深厚功力 现在厨艺也不错 那虽然这个生活中呢也是有烟火的气息 但是本人看到今天的小雨这一身装扮 依然是少年感十足 特别在你跳舞的时候 那种翩翩起舞的意气风发的少年感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小雨啊 嗯 其实我们看一看你过往的经历 以前是舞者啊 到现在这个阶段成为了队长 然后又带领大家能够一路披荆斩棘的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 真实的以前是一个人 转变到现在是成为一个十一个人的大家庭 嗯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和兄弟们一起去探讨 歌曲的意义 舞蹈的精髓 嗯 然后从当中呢 我没有能感受到彼此之间这种结构的力量 就其实呃 想想现在确实是比以前要更加自信 嗯 因为你感觉身边随时会给你输送很强大 很有很暖心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的点就是在于我成为了into1的一员 嗯 而且其实我两次见到小语我觉得从她眼神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第一次见她那时候眼神那种特别坚定 然后会发就是有一种锐意进取那种光芒在眼睛里 但这一次就会觉得更加的柔和 然后觉得嗯很多事情好像就看淡了一些 就有这种成长的感觉在当中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 到时候可以看一下静静切小语的一些眼神的镜头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小语的新作品哈 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你只要备注下单的时候备注 我要风格进阶就会有机会赢取我们刘宇为大家一起准备的惊喜福利了 嗯好那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下一趴的这个环节 嗯因为呢之前就是在小语上场之前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惊喜好礼嘛 但是希望小语要完成几个小的挑战 才能够给支持你的各位朋友们和粉丝们送上礼物 有信心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信心 好的那各位朋友们请放心挑战都不会太难 所以礼物也会赢取的比较容易 我相信小语一定可以完成的 嗯好的那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快问快答 也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可爱的小语 Are you ready? 嗯 好首先请问给自己厨艺打几分 满分是多少分 满分10分吧 嗯 100分吧 100分的话我打 30分 啊什么 还有这么多的上升空间吗 因为你知道我平常吃的那个菜都做得太好了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打高分的 你看还是一个谦虚的队长 好最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月饼 月饼 哦还是那个麻就是那种柔柔的糯糯的 什么月饼都好吃 其实什么流星奶黄啊 蛋黄绵绒啊 哇 抹茶巧克力啊 五人呢 五人不行啊 哈哈哈哈 五人不行 OK 好第三个问题 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Wonderland Party 哇 Wonderland Party 可以稍微喝一下下王 嗯 哈哈哈 哈哈 不行不行 没事 好的 没关系 第四个问题 觉得自己是养生派还是熬夜党 养生派是熬夜党 养生派是熬夜党 我说实话就是我一边养生可能会小熬一边熬 哦一边养生一边熬夜 那就是睡个八个小时再工作八个小时 还是睡个三个小时要工作十几次 不固定 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 嗯 好 那最近有什么想要尝试的新的五种吗 最近有没有尝试新的五种 但是有尝试再去学习一些新的 嗯 我有最近有很关注纪录片 哇哦 对因为我们可能之后要去一些 呃城市去拍摄自己的综艺 每一段的综艺 然后我就会在去之前 就看很多关于这个地方历史的纪录片 嗯 然后我发现真的历史真的太美妙 就是太宏大的 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哇哦太好了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这种艺术方面的灵感给予到小宇 然后才可以让她在表演中更加的呈现出来 好 请问下一道问题 最近用的最多的表情包是什么 OK 怎么做的 你知道那个 嗯 我们风暴眼的手势是一个OK吗 嗯 然后 嗯 其实我们就做 就用的最多 就是最近的风暴眼的那个 OK 再给我们做一下 就其实就是那个 就这个 OK 好的 那有没有什么中秋特别款的OK 做个萌萌的那种 中秋特别款的OK 你就在月亮底下坐下 哈哈哈 厉害了 OK 其实可以在 因为我最近买的话 还是经常在Netporter上面 买一些 呃 墨镜服饰包包 一些搭配起来 就是 会让我自己觉得生活变得很丰富 嗯 因为它上面的款式非常多 嗯 然后也有非常多供你选择的方向 嗯 是的 没错 哎 那我们都知道你是淑女座 你自己有强迫症吗 到底 有一点 体现在哪些方面 嗯 比如说 我想想 哦 哪些地方 其实让我自己说自己强迫症 还真没有什么 哈哈哈 觉得好吧 现在想想也就 可以过去 就无所谓 那是不是需要把一些东西都非常 归位在一个地方 很整齐的排列 有 就其实自己家里也是这样 哦 就自己的宿舍里面 就是会 所有的东西要 出门前 我觉得应该不会让他 比如说床必须要铺好在出去 哦 这个是一定要铺好的 那会不会 而且住酒店走的时候也要铺好床 哦 真的 真的是老模般的小语 就是一定要怎么进去 怎么出门 对 就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那种 还是说你是为了看清楚东西没有忘带什么的 有时候也是要为了翻找一下床上有没有仪式的东西嘛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希望给这个酒店的这个 清洁女员 对 清洁女员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对 哇 啊明白了 我觉得这也是细节当中能够体现出啊 因为艺人他的一种闪光点就是真的可以 那好再问一下啊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选择最想吃的口味的月饼是什么 嗯 其实我很多没有尝试过的月饼的口味 鲜肉月饼吃过吗 吃过 我很爱吃 就是那种酥皮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里面流汁 嗯 对 对要现烤的出炉的那种 刚出炉的最好吃 对 厉害了 好的 谢谢小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这种快问快答啊 嗯 忽然让我觉得很像小雨又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小心思和一些新的小变化 就是能够在他的双眸跟手里现出来的 刚刚其实这只是第一趴的快问快答 那在之后呢 我们还会有哎 其他的关于小雨更多的一些有趣的互动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直播间 千万不要走开哦 好的小雨 刚刚任务都还没有结束哦 嗯 第二轮问题又要来了 嗯 第二轮呢是一个A或B的选择题 嗯 我们邀请Echo姐姐来为你出题了 好 他还带来小超 我带来小超 好的 因为我没有我没有看过这个问题 啊是的 好 那开始了哦 准备好 一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咸粽子 哇 为什么是咸粽子 咸粽子有很多就是和你平常吃的 比如说是蒜啊什么菜啊都有点像 它可以在粽子里面放 就裹在一块儿 肉啊什么 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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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子 你好了解 你好了解 但是旁边必须要有人 那我想追问你一下 你敢去玩那种恐怖的密室吗 敢 哈哈 你都没问题 就享受那种大教育 享受 其实享受 对 我很怕但是我很喜欢 明白 又怕又爱才够刺激 下一题 好下一题 空调还是WiFi 当然是空调了 现在都是无线流量 哦 这个 明白了 你空调一般打几度啊 25.5 因为我不喜欢太冷 就是太冷 我低于25我就觉得有点冷 睡觉开几度 睡觉基本上就是25度 或者是26度 哦 因为26度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温度 对了 一定要精确到25.5 而且还节能 26度 对26度很节能 好 下一个 墨镜还是帽子 我对于我来说墨镜比较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就是 有人水肿嘛 然后水肿的时候早上 一个墨镜去戴 增加自己的气场 搭配自己的 因为墨镜很百搭 帽子你需要根据你当天的服装 去进行搭配 而且戴的时候 还有发型问题 对 发型的要求 有道理 好 最后一个 油碟还是干碟 干碟 你居然选干碟 对 我也是一直油碟 但没有这么尝试过干碟 干碟很好吃 就是海椒碟 海椒干碟 在里头 最多就是芝麻 其他什么也有加 芝麻 光芝麻 那不就芝麻碟吗 芝麻和海椒 芝麻和海椒 明白了 一定要是那种 就是里面 就是那种炒制过的辣椒 哇 那真的超辣的 爽 油碟呢 你是不怎么喜欢 还是说跟干碟比你更喜欢干碟 油碟吃的很少 太油了 首先我觉得它其实容易 就是不知道各个地方的油碟 调制不一样吧 它容易掩盖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哦 有道理 如果是放了芝麻 或者是辣椒 增加它的那个香味 厉害了 好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任务 你完成的很好 也不难吧 不难不难不难 好的 那其实这个任务 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你 全方位的了解你 好 那第二个任务就真的要开始考验了 嗯 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今天直播间下单一定要备注 我要风格进金 也会跟大家去寻找我们今天三位穿的同款 都可以在这个 这个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很多 所以慢慢去寻找 就会有机会来获得 我们和刘雨一起为大家准备的 极其努力的 那既然今天小雨来到直播间 是NATAPATI的天猫青春挚友 所以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要考验你的搭配功底了 嗯 好 没问题 我们都知道呢 日常小雨的私服搭配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 其实作为艺人呢 在台上啊 在工作场合 是需要搭配一些 可能说比较夸张的一些舞台造型 嗯 但是私底下我觉得 你还是很有自己的风格 好 是 就比如说前两天 我看到你中秋节 微博上发的 撑着雨伞 穿着白衬衫 就像是画里面走出来的男子 是 所以这种白色系的衣服 是小雨平时会很喜欢吗 对 我觉得白色是一个很纯净的颜色 它给我带来的感觉 就像是 你可以在上面 肆意的去加一些元素或者颜色 嗯 然后呢 白色就像是一个 纯白的世界 对 所以你的这些私服穿搭 都是以这个色调为主 对吧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小雨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风格 好 我先给你出题了哈 嗯 那舞台上带来作品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感了 嗯 但是在日常的私服穿搭上 嗯 我们希望说 你会看中哪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偏向于哪一些风格 私服 说重点 我自己其实会选择简约 嗯 随性一点的 因为这样首先穿着的舒适度会更高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衣服一定要看版型 它的版型如果是非常好的话 你穿上身会非常衬托你的身材 嗯 然后 呃 还会选一些比较经典的 基础款的一些单品 嗯 因为可以和其他好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单品进行搭配 这样就既能体现你的一些搭配的小心思 嗯 又能体现这个产品的经典的一些风格 明白 诶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 你今天这个一身搭配是怎么样的一个灵感 嗯 其实里面我我其实以前也经常这样穿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休闲 非常呃 有你说有一点学院风 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人看上去 诶 其实 有这个设计的小心思在 嗯 但其实它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比如说下面搭了一个小白底的一些 嗯 这个这个小板鞋 对 然后一个牛仔裤 嗯 它比较修身嘛 嗯 然后呢 上面呢里面是一个衬衫 外面是一个短袖 然后感觉其实 可以出席很多的场合 对 比如说平常上课 哦 然后去一些工作的一些地方 也都可以 嗯 因为衬衫它其实是一个 如果单看的话 它就比较正式 嗯 但你在外面加一个休闲的T恤 嗯 诶 它趁正式当中又透露着一种轻松的感觉 明白了 就是那种不张扬 但是非常啊 清新的那种舒适感 嗯 好 那现在已经到了秋季了 会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单品或者风格吗 嗯 其实最近其实我还蛮喜欢秋天这个季节的 嗯 因为它首先很凉爽 它慢慢地进入到一个不是特别冷的一个阶段 对 然后其实秋天如果选择的话 更多的是要选择一些我喜欢的真织类的一些衣物 哦 比如说真织背心 嗯 然后因为真织背心它其实给人一种特别温暖 然后包容的感觉 嗯 而且如果是真织背心的话可以叠穿出很多造型 对 因为我喜欢在真织背心里面穿衬衫 啊 对 因为 穿上衬衫之后呢 你其实已经 它就是一个形状就已经出来了 嗯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在外面套一个风衣 嗯 又是一个很有层次的搭配 然后呢 呃 这个搭配不仅是男生可以用 嗯 女生其实也可以这样搭配 嗯 因为很多 学院风的真织衫都是男女同款的 对 然后一些真织衫的花纹都是中性的花纹 对 先来看一下我跟Echo今天都穿了真织背心 对 但是是不幼儿童的不同的搭配 对 我是单穿 然后呢Echo是搭配了T恤 嗯 但是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小雨为大家推荐的两套秋日的私服搭配 嗯 好不好 Echo到时候作为我们的买首总监 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嗯 好 先有请我们的模特儿秦远上场展示我们男生look 哇哦 欢迎欢迎 好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小雨说的 她是把衬衫和真织背心进行叠穿 Echo觉得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搭配吧颜色非常好 嗯 刚才像小雨说的因为你如果里面穿衬衫的话 她其实和真织背心有一种冲突感 嗯 就像你如果搭T恤 她其实就是以里面一个稍微正式一点 但是又搭了一个特别休闲的就是一种冲撞感 嗯 但她呢就是尤其是好 因为这个颜色特别的壮 所以呢全身上下你的这个吸引点就是在这件真织背心上 嗯 那男生可以穿衬衫 当然男生也可以同样的搭短袖T恤衫 嗯 在里面就显得更休闲一点 那下身的话其实就比较百搭了 你可以搭稍微宽腿一点的裤子 嗯 那整个造型是比较Oversize 也可以搭紧身的裤子 那你显得就是比较精练精干一点 嗯 那这个鞋子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百搭 像她手上拿的这双也可以 因为颜色色系比较相同 嗯 所以如果是搭这双鞋子的话 整体的话可能会看得更统一一点 嗯 小雨更喜欢哪双鞋的搭配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一双 对 哦 是是是 因为和她的衬衫的颜色很搭配 对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衬衫的颜色 对不对 它不是那种纯白的颜色 对对对对 它有点叫就是我们粉蜜白色 蜜白色 非常温暖的 就是没有那么让人感觉很冷的那种颜色 而且正好可以凸显她这件针鞋衫的那个 比较重的一个颜色 哇 这件背心小雨穿也会很好看 对 它这个脸色很亮 对很显白 好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其实 各位男生们我觉得 刘雨的私服造型推荐不要错过 其实各位女生朋友们 当然想要有很多女性粉丝们 也可以为你们的男朋友get同款 当然也是非常适合在秋天搭配第一份礼物 我们希望是又温暖又有造型感的 所以接下来再看一下 适合我们女生look的第一套 好 欢迎我们的团团 好 这个女生这款呢 其实大家看到整体造型 其实跟男生差不多 对吧 所以就会有一种怎么讲 我们叫boyish的感觉 明白 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boyish的造型 看出来了 对就是看上去像个小男生的样子 但是呢你除了可以搭长裤以外 其实我本来今天的造型还有一个选择是可以搭一个中裤 那如果你穿一个女生穿一个比较就是直线条一点的中裤 然后呢搭配双中筒袜 他也会很漂亮 然后非常娇俏的感觉 那这个目前这套造型呢就显得比较休闲 然后也营造出一种舒适的感觉 对因为我知道团团他本身身材是特别的纤细的 但是就是搭配好这一身会感觉整个人就特别有精神 就没有那种弱不经风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oversize对女生来说会很有安全感的穿着 他的包裹性对身材要求也不会太高 对 所以走出去可能也是写的比较 整个人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你也比较自信大方一点 对对 小语看来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就是给我一个很舒适的 就是老师刚才说舒适的一些惬意的一身套装 对 那如果是换成别的裤子 你是说是希望有这种收腿一些的 对对对对 其实因为搭配的讲话其实都是一个冲突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正式搭配修鞋 那如果在上身扩型来讲的话 你可以是大扩型搭配小扩型 那整个人就会有平衡感 明白 所以如果我们上身是比较大扩型的话 下身穿一个稍微比直一点的 不用很紧绳 但是一个西装式的短裤 那你搭配一个小皮鞋加一个中筒袜 甚至是一个同色系的黑色的小堆堆袜 哇 那就会另外一种很萨的风格 对对对对 但是又很暖和 好的 来 谢谢我们的团团 谢谢 哇 这套我也好喜欢 那当然了 其实在秋天除了针织背心之外 如果想要更加有氛围感 更加有秋日的浪漫气息 考一考小语 你会有什么推荐吗 其实秋天穿的最多就是针织衫 对呀 然后比如如果说你想要浪漫一点的秋日氛围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比较温暖的颜色 如果让我选温暖的颜色的话 粉色给我带来的感觉是非常温暖的 然后一定要选那种 扩型不能太修身的 要有一点扩的那种 比较宽大的这种版型 就是整个人呢就是陷在衣服里的那种感觉 被包裹住的 然后呢又是比较温暖的颜色 然后这样的话就很有秋天的这种氛围感 但你说到这种温暖的颜色是粉色 我感觉一般男孩子好像比较少去尝试这个颜色 但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可以选择任何颜色 真的就是只需要看这个颜色 适不适合你 因为我平常可能会喜欢黑白 然后这样简单的颜色 但有时候呢也会选择一些 饱和度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的彩色型 因为我觉得粉色它其实是 饱和度相较于那种高饱和的话 它会低一点 所以它可以给人一种非常温暖舒服的感觉 很适合秋天粉色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 更加有秋日浪漫氛围感的粉色look 好也同时请Echo为我们来讲解一下 有请秦远 其实这套造型吧 就是这个刚才小雨讲的粉色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tone 对 那其实我们一般在订货的时候 会去看那个色卡 因为有些商品 可能它没有样品给你看 但它可以给你做很多颜色 那你买手呢可能就会去 用一个色卡 一个小小的就是布票 就去猜测 或者想象一下这个做成整件衣服的效果 那这个粉色的tone呢 其实对于亚洲人的皮肤来讲 其实细微差别蛮大的 就差一个小的调数 可能就是显得皮肤的颜色 会有些很大的差别 对 所以像这套呢 其实它粉色 但是它有点点偏西瓜粉 对吧 西瓜粉 对对对 所以呢会显得人的气色特别好 就是很精神 然后它会显得脸色也很好 另外呢 在搭配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粉色的话呢 那你身上就不要再出现一些其他的焦点 因为它是整个的一套整个look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所在 所以我觉得它搭配一个就是普通一般色的灰色的裤子 然后一个稍微有一点细节感 但又不是很夸张的鞋子呢 那你整个人出来以后 大家都会关注你最大的一个焦点 就是你这个眼 嗯 因为它有一个圆六色的鞋子的话 那你整个人的焦点就失焦了 对 散乱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套衣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嗯 因为颜色这个非常的厉害 明白了 所以这个粉色其实是真的不太挑肤色 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皮肤偏黄或者说比较暗沉 有时候粉色一穿哎呀就对就糟糕了 就会显得特别黑 但这个粉色其实是都ok的 嗯 所以建议还是大家可以去店里挑选一些 送到家里可以穿一下 有些衣服还是要试穿以后 对 有时候觉得自己肤色黑或者肤色黄不适合这个颜色 但其实你穿上去以后看看镜子 说不定其实真的很符合 对 我想问一下小雨有这样类似的粉色衣服吗 有 真的 哦太好了 好的就像刚才小雨说的 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颜色 就可以打造出拥有自己的风格穿搭 那这套男装我觉得也可以让很多男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不要惧怕说一些颜色是属于就是女性的标签 完全不会 我觉得粉色就会给你带来一种秋日的氛围感 那要不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女生她是不是准备好 因为还有一套我觉得是非常温暖 而且又清新可人的秋日氛围穿搭 不过我们要稍等一下下 我想问一下 Echo如果他下面就是再换成别的呢 那些裤子什么还有什么推荐吗 白色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换男生的男生版的中裤 男生版的中裤 然后配一双比较稍微大一点的鞋子 显得整个人很休闲 然后好像去跳舞的感觉 滑板的感觉 对因为有一些路肤度了之后 就觉得整个人好像更加的轻盈一些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秋天有时候一点路肤度 有些女生会穿大的卫衣 然后穿短裤 然后露出腿 那整个比例造型就会非常好看 嗯太好了 好的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模特 谢谢秦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女生的look穿搭 哇 真的是非常好看 这一套粉色我爱了 这种温柔的粉色一点都不张扬 Echo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因为这个品牌我先可以讲一下 就是这是Josenda的一套毛衣 所以扩心感太好了 对他们这个品牌在制作方面 其实非常的精益穷精 包括从面料包括从颜色的选择 都是非常的精致 所以一样是一个粉色 一样是个马海毛的毛衣 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做马海毛的品牌非常的多 对但你看到这件衣服 你觉得它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这种版型上讲和一些细节上 包括它的触感其实都有点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个颜色呢 其实显得女生非常的慵懒 有种就是舒舒服服的慵懒感 对就像刚才我们刘宇说的 就是把整个人陷在里面温柔的感觉 对 然后呢现在这个搭配 其实也是现在很流行的 类似于骑行裤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如果你要出去运动 你就直接穿一个骑行裤 然后里面穿一个紧身的运动服 然后到了那个运动场坊就可以脱掉 那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其实这样一个look 可其实也非常的时髦在街头上 对对对 我可以来问一下这个袖子的阔型吗 你觉得它会有一些 怎么样的特别设计在里面 对它其实是如果拉开看的话 它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弧形 对 就会显得女生就是说更娇弱 对 现在这个衣服里面 整个包裹住你的效果 对 非常显瘦 显瘦的效果 而且它穿搭的时候 是特意把这个毛衣的下摆寄到了裤子里面 对 就给提高我们整个人的腿部的线条 对 我没记错的话 其实这件应该是个男装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男生的 所以就是这个款型 就有点像穿着男朋友的毛衣 有种温暖感 对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 小雨穿也会特别特别好看 很称呼 对 想到了 对对对 我们的那个 特别好看 那个广告里面有 就是这件 同款同款 赶紧去get一下 好的 那在鞋子搭配方面呢 鞋子搭配其实如果是陆夫的话 我还是建议穿搭比较chunky一点的鞋子 就是粗重感一点 这样显得女孩子的腿更细 对 但是如果它换一身 就是如果换一个小皮裙 迷你的 那我会建议她可能穿一个靴子 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小皮鞋 会显得女生感更强一点 现在是更运动风一点 嗯所以她也搭配了一副墨镜 这个墨镜也跟她整个人的肤色 还有整个发色都很协调 对对对 因为也有一些粉色的镜片 所以那个衣服上其实有一点搭配的 嗯好的 如果在街上看到这条女性的穿搭 小雨会有什么第一感觉 嗯 时髦 嗯 然后舒适 其实很精致的感觉 对 太好了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团子 谢谢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哈 刚刚已经是演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look穿搭 我们也提到了 在工作当中小雨也就有机会去看一些秀场 嗯 比如说我们上海时装中马上就要来了 是的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秀的话 考考你 嗯 来看秀穿搭你会怎么来搭配 嗯 如果是身在秀场 对 你的穿搭需要一些突破性 嗯 就比如说要展现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风格 嗯 那怎么样不能是一些像日常风格的 嗯 你要去做一些改变 因为很多人就是去看秀之前 需要了解品牌的风格 比如说这场秀有什么样的主题 你要去提前了解 因为你要穿的是符合这场秀的主题的 这样才不突兀嘛 对吧 嗯 然后呢 了解到主题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相对应的一些搭配 嗯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比较经典的有机场搭配 比如说一些大扩型的一种西装外套 这样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气场很强 然后或者是一些 基础款的皮衣外套 你可以在里面 不管搭什么都不会错 男生的话 我觉得在皮衣里面搭衬衫 然后女生搭裙子或者是裤装 都是一个非常有造型感的一个搭配 嗯 其实我今天上升 就是我的视频里那一套 其实就有那样的搭配 哇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视频 然后找一找同款 真的是非常有这个hold住全场的一个气场穿搭了 好的 那我其实也发现了说 很多时候小语的推荐 他并不特意去区分男生或者是女生 谁应该怎么穿 谁不该怎么穿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适合自己最重要的 不应该去限制自己的风格 而且很多人就会去模仿别人的这些风格 但我觉得模仿是OK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风格 明白 这样才能够找到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吗 嗯 因为很多衣服它是没有属性的 你可以自己去赋予它一些特别有意义的 呃意义 然后如果说你它能够让你感到舒服 自信 然后又能找到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乐趣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呃你喜欢搭衣服的一种意义所在 有道理好的那现在就让模特来展示一下 看看小雨刚才提到这些穿搭的细节 是不是都体现出来哇哦 嗯 这套看秀肯定是要被揭拍的很厉害 对我刚想说这位模特从就是踏出校园的那种 学子校草一下子变身到了秀场的那种 呃大家的icon 好给我们展示 看一下其实这一套吧 呃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搭配的其实一个 偏丝织荣美的一个一个材质的一个衬衫 是 那就刚才我们讲的其实还是一个冲撞感 嗯 冲突有时候也产生在材质上 对 那材质一些硬的材质搭配一些软的材质 它会产生出很奇妙的一个效果 嗯 那另外呢其实这件皮衣 我没记错 啊 啊是女装 对 大马的女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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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其实男生穿其实一点都不突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嗯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些细节 你看它的钮扣 嗯 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哇这个细节感亮亮 对设计师的小细节 嗯 另外呢它的那个牛仔裤去搭配 因为去看秀嘛 嗯 所以刚才我讲的就是一些生活中搭配 可能你不能有很多的焦点 嗯 但是因为去看秀 所以你要凸显出自己的一些不同 嗯 因为你知道看秀场其实大家都穿的很厉害 对 是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牛仔裤其实它有细节在上面 在哪里 一些就是做 破洞 对一些破洞 因为破洞它其实效果做的还蛮好的 是 因为除了有横道 它有一些零散在上面 是 因为其实有一些磨牛仔裤 其实蛮复杂的 嗯 有些好的品牌磨的这个效果 其实跟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品牌 它其实效果差蛮多的 上身的话尤其是 另外如果搭配这个靴子的话 就整体 视觉比例会更好 对一下子就上来了 是的 人也高也精神 然后气质也好 嗯 另外我就一定要说 刚才他上场之前没有戴墨镜 我想说一定要戴墨镜上来 对 墨镜上来这件衣服的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对 感觉身人物尽 哎 是有一点自带气场了 对吧 然后你这样走在那个秀场的进去的时候 肯定是周围闪光灯一片 哇 这种风格的话 小雨平时就是如果是去表演啊 或者说那个舞台造型也都会有尝试 对对对 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造型都会 嗯 因为要 在这种场合下 你需要去展现自己的个性 嗯 那肯定服装的加持是很重要的 对的 就刚才说了特别是细节当中 大家看这个钮扣真的是每一颗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还是很有分量感的 挺重的对吧 对对 哦 哎 博物员把这个 请你们把这个 哎 眼镜拿下来给我们看一下 你的眼神沙 哇 你看 一下子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自带气场 一下子拿下来就变成 戴上这个眼镜 我就能感受到 嗯 大家都看不到了 哈哈 我是明星 我大明星的感觉 所以你很安全 忽然间摘下眼镜就觉得一件武器被拿下来了 所以配饰对自己的感知也很重要 是的 就像我们小宇说的配饰对自己感知很重要 好的 学到了学到了 好 谢谢我们的情愿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迫迫及待想看我们女生看秀造型 嗯 非常有气场 来 Echo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嗯 然后我要讲的就是刚才这些皮 这两些皮都是 嗯 环保皮 哦太好了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具有 环保意义的 嗯 是素皮 所以就没有什么 嗯 环保的压力 然后另外呢 可以说也是一种冲撞 哦 也是一种矛盾 因为很多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女生在里面穿非常girly和feminine的效果 嗯 然后很有流畅度的一些裙子 嗯 然后你在外面再照一个非常有坚硬度的夹克在外面 那你这个一个冲突感又造成了 很强 对 另外呢其实它里面现在搭的是一个有点中式效果的 是 对 一个一个小裙子 其实有点像改良式的小旗袍 哇 但是又是一个可以脱下来以后你就直接从绣场可以去一些小碗宴 啊 对吧 就是一个小的cocktail dress的一个效果 嗯 那另外呢如果平时穿着的话呢 我建议里面还可以戴一些碎花的茶蝎裙 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茶蝎裙 茶蝎裙 对 茶蝎裙就是什么样 tea party dress 有种 就是有种在英国可能就是有一些茶蝎会 明白 然后一些女生在一起聊天啊喝一些茶啊下午茶的效果 嗯 那些茶蝎裙通常就是有一种田园风格的花朵 对 然后有些小的荷叶边啊 那种小的细节在上面 那里面就选了非常的选女生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在外面照一件很厉害的夹克 类似于这样的皮衣的话 那你就跟别的一个其他的女生一下子就是 区别开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还很想看看里面那一件 对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其实里面也非常漂亮 哦哦对对这个泡泡秀你看 对对这个女生的 swift身材 对这件好看的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颜色的冲突 ondenoms 这几个眼色的外套呢还是希望打一个纯色的外套 因为你里面其实已经有锅点 然後又有盘扣 又是有红色白色黑色在一起的情况下 那如果因为 如果下身这个鞋子的话 搭一个小的钢帆鞋 对其实这个效果 如果外面再加 如果有颜色的外套 可能就太多了 是的 所以就是外面加一个 在质感上很厉害 但是是颜色上不冲突的 外套在那边呢 就显得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 包括这一件 我觉得在特别的一些节日 也可以穿 可以圣诞节 或者新年 中秋节 对 是的 而且下板是不对称的是吗 有一点 对 有点不对称 鞋的 然后有一个小波浪 太好看了 这一套 我很喜欢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凯寰的团团 也谢谢Echo老师 给我们讲解了那么多 真的是 秀场穿搭 真的很重要 我们也期待说 真的上海时装周 说不定就可以看到 流雨闪耀的身影 好 那我们今天第二个任务呢 也算是圆满完成了 反正我已经被种草了 很多很多的单品 也是希望大家 一定要理性种草 合理消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任务了 不过我觉得呢 更像是给各位朋友们的 一个惊喜 那同时欢迎直播间的 各位小伙伴 在今天直播间下单时候 要备注 我要风格进阶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 我们和流雨 一起为大家准备的 惊喜福利了 好 马上进入今天直播的 最后一个任务了 流雨要化身为 刘老师 要来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我和echo 要做你的学生 一起来学一下 不过难度呢 是有所升级的 我们是希望小雨 教大家一些特别的 因为我知道你一直在 致力于推广我们中国的 传统文化 包括古典舞 还有汉服礼仪等等 所以呢 今天要教我们两个 就是国风礼仪 也让手机屏幕前的 各位朋友们 粉丝们 一起来跟着学习一下 刘老师不要太难 不难不难 之前教过 教大家一个插手礼吧 插手礼呢 就是左手比六 左手比六 然后右手是一个 这样的形式 然后放进 左手的六的这个 三指当中 三指当中 然后这个手指 哇很标准 哦 是吗 你的小拇指要放在这 哦这 对 然后从你的眉前 到胸前 从眉前到 从眉头再回来 哦 眉前到胸前 对 好 再从胸前 到眉前 再到胸前 诶这个是什么时候 会用到的 这样的插手礼 其实插手礼 它的追溯很久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 非常盛行 哦 然后其实插手礼 非常好用的地方在那 它其实男女老少都可以用 然后对 用的场合非常多 比如说像长辈 嗯 然后呢 像平辈 像晚辈都可以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礼仪 就觉得 像在说 哎 你好 你好 我很尊敬您 对 这个好像还不怎么难 哎 有没有些什么进阶的吗 哈哈哈 in to one的手势 啊 in to one 我这个我会 哦 你还手指反了 哎 等等等等 看来你得复习 哦 复习一下 好 哦 这样子 OK 明白了 哇 我们来 我们来一起吧 好 来 我们来一起吧 We are into one 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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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得挺快的 哎 这个还是不难对吧 嗯 好的 那所以哎 今天这两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以后看到小语来做一个成团手势 然后同时来一个插手礼 但是光我们学就是哎还不行嘛 嗯 其实我们也希望小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利 嗯 对 小语尽情不同礼仪的三连拍行不行 好 插手里看有三个不同的状态吧 来对着我们前面 特写 比如说 呃见到朋友 可能就是 哇哦 可以做个表情包了 你好 小语给您请安了 见到朋友 嗯 嗯 哇哦 特别彬彬有礼的孩子 嗯 哈哈 然后见到 还有呢 嗯 小朋友的话 嗯 哦 小朋友也可以这样行李 嗯 哇 太耐死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容易学的哈 好 那马上我们要解锁最后一轮挑战了 我们的难度要再次升级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 最近就是我们知道 哎 小语就是很流行要有一个手势舞的挑战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小语能不能来自创一套你的手势舞 嗯 交给我们 或者也让粉丝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之后可以发微博 at你 你说要教会你 那我就教一个简单的 简单是什么呢 要要考验你们手指的柔软程度 哎我我可以掰到这儿 哇挺柔软的 我可以掰到这儿 就是两个食指要定在一起 食指 嗯 对 然后开始 啊 哦 哦 我的食指在打架 这个 嗯 是是 但是你怎么就可以像一条小蛇一样扭动呢 这个 你手怎么可以那么柔软呢 啊 哈哈 这个是你 我的两个手指一直在打呼销打 我觉得你是完全就像是韧带很紧的那种孩子在学跳舞的状态 他其实有一个技巧是什么 什么 你每次比如说往这边推 你就把这个手指往上盖一点 哦 然后这样他的视觉效果会更好 就像玩那个贪吃蛇游戏一样 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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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快了 这个挺好玩 还有我的吗 快了 哦 哎这个可以 还有别的吗 学学学完了之后你就会 就是比如说朋友 你看我的手指可以跳舞 你看我的手指可以跳舞哦 然后还有两个就是一起并在一起的 天呐 太柔软了吧 这个 我只能这样动 哎 你是怎么做到 也是往上 对 往上 也是往上稍微有一点视觉的角度 对 这个就是 麦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其实 我平常就自己在 我就在 你怎么样手看着软一点 就这样 哎那你手指头每一根软吗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不软 不软 对 其实我也就知道这儿 天呐 但是可以 它可以做到刚才那个效果 是的 你看 其实不太软 对 那你 但是我知道你的韧带 这整体都还是很软 对吧 随便 其实天生也不是很软 我的韧带 我的韧带是到天压出来的 从小刻 这样的 对 就是我 其实 呃 腿啊 腰啊 肩 都是特别硬的那种底子 然后 小时候老师 也感谢小时候老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 嗯 然后每天就是上课的时候让我压腿啊 然后各种 因为我小时候不太喊疼 我不太爱喊疼 因为我觉得喊的疼也不会减少我的痛苦 明白 我就一直忍着 忍着忍着忍着 就是六年就过去了 然后发现 哦好吧 其实 之前那么差的基础也可以练到现在 这差不多的水平 哎呃 你太谦虚了 但是你说就是一开始韧带硬 你是练了多久之后完全可以就是打开 皮叉或者说很软的下腰 要练多久 如果你刻苦的话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真的真的 一个星期 有时候不要三天也就下去了 如果你是真的要找对正确的方式 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 嗯 然后你去挑战自己的痛苦极限 天哪 这种感觉太酸爽了 痛苦极限 你们听到了吗 但是我知道 其实哪怕你以前跳舞 但是如果要一直保持韧带软 是每天都要去拉筋的 就像我在酒店经常 就是现在没有时间去训练的时候呢 我就在酒店 然后在地毯上 嗯 没事就一边看一些纪录片 一边就下着场 明白 终于知道了 其实优秀真的是一种习惯 并不是说你天生条件多好 可能就会说你有天赋 但像小友这样 我们本来以为他是天赋异禀 在舞蹈方面 但没有哦 他任代是硬动 是考客户 练出来的 还得努力 我觉得现在不够 到今年已经学武多久了 算过出道这个 从学武开始到现在 学武四岁开始学的 现在今年二十一岁呢 哇十七年 年轻的老艺术家 没没没 但是我还是想说的是 练武真的是身上会有很多的伤 但每一个伤疤都是你身上的勋章 至少能站起来 就够了 对 太棒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开心 跟小雨能够聊这么多 包括刚才各种手势舞 我觉得对吧 皮刺不行 韧带不行 可以让手指先柔软起来 这也可以是 我觉得练习我们小脑的吧 对对对 其实手上的神经也很多 对啊 平常多练一练啊 多压一压手指的关节啊 有时候也利于你生活的一些 打字更快 对啊 打字更快啊 然后玩游戏 打字更美与活 明白了 我刚想说是可以解压的 没有 你说那么仔细了 那马上就要接接我们今天直播的尾声了 那在最后小雨还想跟大家来说些什么吗 给你的粉丝们 他们守候了这么久 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就是 呃 有NetBotter邀请我来到这里 和直播间的大家一起见面 然后之后呢 有机会我也会多多的和大家见面 还希望大家能够呃 多多支持NetBotter 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嗯 然后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呃 舞台或者是机会 我一定尽可能的把自己更好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看 嗯 那我们最后也希望Echo能够我们总结一下 这些秋冬季的啊搭配tips好不好 嗯 那我们今天讲的其实三套 就是三个主题 主要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呃 层叠的搭法 就是刚才讲 因为天气变凉了嘛 所以大家可以要注意保暖 所以毛线背心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单品 那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些长短搭配啊 厚薄搭配啊 都是可以在秋天进行穿着的 嗯 第二点呢就是讲到一个颜色的问题 那如果你在整个一身的look上面 有一个特别呃 那饱和度高或者是特别重的颜色 那建议大家就不要在这个整身的look上面 再去掺杂其他的颜色元素 那保证你的整个的造型 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亮点 也让大家更严重记住你 第三个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呃 秀场的搭配 那如何让大家看上去气场强大 但是又不失自己的这个个性 那女生的话我们刚才讲到是可以用柔美的裙子 搭配一些坚硬的外套 那男生的话其实也可以 加小一些柔美的元素 包括一些衬衫的材质啊 然后搭配一些有细节感的 又不冲突的一个下身和鞋子 那会让你可以看到整个秀场造型非常的厉害 哇总结的太丰富太全面了 专业 那也对再次要感谢各位直播间小伙伴的陪伴 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今天直播期间下单备注 我要风格进阶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和刘宇一起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福利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三套的look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挑选 赶紧get同款 也再次感谢大家 一定要提醒大家 依然要理性小匪 谢谢小语 谢谢echo 跟大家一起说声晚安 谢谢晚安 中秋节快乐 不祝快乐 假期快乐 拜拜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